怎么秋天就是有睡不完的觉呢 早上起床 发现幼将在外公外婆房间睡觉 把他叫起来后 又躺在我房门口继续睡觉 地板大概觉得有些凉 那就能到客厅里睡吧 厅里有个他睡觉的垫子 但他最喜欢的还是沙发和茶几中间的过道 整个狗正好卡在里面舒舒服服的 我想去惹惹他 他还懒得理我 嫌我烦 一天当中最开心的就是放饭了 胃口好的时候吃得嘎笨脆啊 搞得我有点好奇狗人到底啥味道 不过嘛 总归是觉得我们桌上菜是最香的 吃完自己的还想要问外婆讨吃的 就是偶尔也是会有失败的时候 确实 最近宅家大家都吃得清淡 也不会炖炖吃肉 骗不到肉肉就有点不开心 于是那就想到了一个办法 可以立马骗到肉肉 就是可以直接到厨房间盯着外公做饭 这样可以第一时间吃到 肉还没来的时候 那就趴着睡一会儿 但是耳朵还是随时关注着外公的动静 时刻等着外公说放饭的那句话 又睡觉了 又睡了睡 吃了睡 吃了睡 这小日子过得简直了 这小日子过得简直了 是什么都没想到 就让你吃了睡 吃了睡 还有这小日子过得简直到